佛家讲你之所以没有智慧是因为你的业障太深 你的福报太浅 佛家说只要我们把业障消完了 我们自然就会开悟 那请问怎么样能够把我们的业力全清除呢 第一不造新业 第二把老业还掉 今天这个人骗了你 你只是看到他骗了你 但在生命更高的迷度 如果你是个觉醒者 会瞬间看到上辈子你骗过他 这辈子你要还 这叫英国品号 别人怎么对你是他的业 你怎么对别人是你的业 这句话经济很高啊 别人怎么对我是他的业 他这辈子害了你别着急 有两种情况 要不就是他你欠他的你得还 要不就是他下辈子一定会还的你放心 你们有没有在生命当中出现过这样的场景 这个人你对他不好 他就是对你好 娃娃对你好 怎么骂他都对你好 因为他欠他这辈子来到你生命当中 就是为了还债 而有些人你就是想对他好 他就是对你不好 你还想对他好 因为你欠他 这个世界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都是因果仅此而已 如果这句话能听懂 要想在生命游戏里打通关 简不简单 出现在我们生命当中 任何一个人 我们都感恩他就够了 但是啊 但是 我在这里一定要强调 因为不然很多走偏了 我可讲的不是说 他伤害我 我还要对他好 让他继续伤害我 不是这个意思啊 我还要对他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